请看到这就是纽约时报 一份美国非常有名的报纸 它其中的一条新闻 好的各位朋友六个符号123加4 我是中华老师 我们希望推广六个符号成为大家学英文的步骤一 也唯有大家能够建立了步骤一之后 再上去你的英文才能够听说读写考 我们说过当你在学英文的时候 你各种的管道有很多很棒很棒的教材 跟很好的老师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它们虽然很好 如果你的步骤一还没有建立 首先尽管它很好 你学不上来 它的英文念得很漂亮 你不会念 它的句子很漂亮 你不完全看得懂 所以现在我们就把六个符号带进去 来作为各位的步骤一 我们把它完完全全的都能够看懂 我们能够抓它下来 变成我们的一部分 换我们我们也可以把它讲出来 换我们也可以把它写出来 首先遇到密密麻麻的英文 我们加上六个符号 也就是英文的思考方式 它是怎么想出来的 它是怎么表达出来的 我们就可以弄得一清二楚 这就叫做一二三加四 我们现在再来听一遍 大家虽然不一定听得懂 可是你会发觉 它就是一小节一小节 这样念出来的 这一小节一小节 不仅是它的声音的表达 也是它的文法 思考它的意思的表达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六个符号英文法 带给大家的英文的思考 一二三加四 我们现在开始分解分析 For years 这是一个片语 叫做很多年来 E是主词Asian Americans 亚裔的美国人 Word Word是必动词的过去是 他们之前是 是什么呢 Among是在什么什么之中的一群人 Among the least likely 这个时候各位就看到 非常的头疼了 字也许你都看得懂 不懂也可以查字典 可是查完字典 你还是看不懂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叫做Among是介细词 加上后面的名词 就成为了一个片语 各位觉得很奇怪 这怎么会是一个名词呢 各位 这真的是一个名词 请你听我讲下去 各位看到这个字叫Friendly 这叫做形容词 叫做友善的 The加形容词 在英文变成了名词 所以The Friendly 就变成了个名词 叫做友善的人 而不是一个形容词 而是变成了名词 同理Likely 在英文叫做可能的 那么加上了了 就变成可能的人 这中间还有一个字 Least Least是最少的 所以合在一起就是 最不可能的人当中的一群 Among the least likely 他们是最不可能的人当中的一群 各位听我这样讲 形容词放在名词的后面 就成为了个名词 Friendly放在the的后面 就变成友善的人 一听大家都懂了 立刻都了解了 可是问题就在这里了 如果你不懂 你就费了非常多的功夫 你还是搞不懂 英文是怎么回事 那么在我们中高级 寒寿的文法里面 我们就提了这个地方 在这里面 我们就会详细的 清楚的 但又很简单的介绍 英文各种出现的样子 名词 代名词 再来 我们的了加形容词 变成名词 所以我们都知道 了加Rich 就会变成有钱人 相同的道理 The old可以称为老年人 The young可以称为年轻人 而The needed 就会变成需要被帮助的人 各位如果能够花一点短的时间 在你要做任何听说读写之前 你先把它弄懂 一里面会放的 各式各样的什么东西 二里面有什么样的情况 三怎么样 四怎么样 你懂了这些基础的架构 套进去 你会发觉英文尽管 它好像字你看不懂 句子很艰深 但是套进去 你发觉你几乎都懂了 回到这句子来 很多年以来 亚裔的美国人都是 这最不可能人群当中的一种 什么样子不可能的人呢 后面向前翻 of any racial or ethnic group of就是什么什么的 任何的种族 民族的团体当中的 最不可能的那群人 然后再看下去 所以不管句子多长 一小节一小节的往下看 后面翻译前面 什么样的团体呢 就是他们会去投票 或者去参加community 叫做社区 or advocacy groups advocacy就是去倡议某种议题的 这样子的团体 比如说要保护北极熊啊 这样子的一个团体 这就是美国一个背景情况 就是亚裔的美国人呢 他们非常会念书 而且他们的赚的薪水 也比一般其他的族意要高 所以他们整天呢 就用功读书 用功去赚钱 比较少去参与社会的活动 甚至投票 他们有个不热衷 这是他们之前的现象 很快再看一次 for years 好多年以来 Asian American War 亚裔的美国人是 among the least likely 是这最不可能的人群当中的一群人 什么样的不可能的人呢 of any racial or ethnic group 任何民族血缘的团体 什么样的团体呢 他们会去to vote or to join community or advocacy groups 去投票或者参加社区 或者是倡议的团体 好的 各位看到 这样是不是清清楚楚 如果能够跟着他一起学一起念 你的印象会更深刻 你更能够了解 他在想什么 他在表达什么 我们再回到没有任何记号的原文上面去 其实你会发觉 他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一个英美人士 他的思考 就是我们刚才的一二三加四 所以他就会这样一节一节 这样子的表达出来 我们再听听看 好的 我们看了一篇相当有程度 有难度的纽约时报的英文的文章里面的句子 虽然它很难 但是我们把它清清楚楚的解析了 而各位我们的解析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二三加四的 一个文法思考架构 如果你能够把很快的把它弄懂 你呢 英文的底子架构好 而且请千万不要忘记 去念诵 这样子你会记忆深刻 进一步呢 记得住 将来呢 你的声音档存在你的脑海之中 你在听上面 在说上面都会进步 我们这套中高级寒色文法 整个把英文的架构 介绍完整的 这套文法书里面 你看看它有几页 一共只有六十八页 这么薄的一本书 可以给大家讲得清清楚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大家 请你先用六个符号来建立你的步骤一 懂了这些架构 懂了这些思考方式 套进去 你的英文自然就很快的能够水涨船高 不论你在未来的学习是为了说 为了听 还是为了读 还是为了写 甚至学生的考试 都能很快的去进步 比如说你把这套系统稍微了解之后 拿了一本字典 就可以开始去看更难的东西 比如说时代周刊 经济学人 纽约时报 这些高阶的英文的书报杂志 或者是你公司的资料 自己去看懂 那么学生懂了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记忆力变好了 因为在过程当中 你先了解记 念诵 轻松不费力 那你记得住 你懂 你考试自然是越考越好 那我们的学习就非常简单 不管是轻松经济的寒授课程 或者是轻松学习 视讯学习 都可以 我们带着你去了解这套思考架构 我们带着你去念出圣经 纠正发言 我们带着你一小节一小节 在看懂英文 而且我们要盯着你 你要真正懂 你要真正的念诵 你要真正的能够运用 希望这样子的 带着你 盯着你来学英文 是一种福气 六个佛号英文法 希望把这个福气 带给许许多多 想要学英文 有志气 想把英文学好的朋友 和他 знamb什么 他这一大年的 他就能做出一个 想要学习 到这里 我们来说 好 一小节 一小节 其实是我们学习的 一小节 一小节 咱们 带 这是 这一小节 我 中文字幕——YK